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两会主席台观察,李强与多名高官互动细节 日前,中共总理李强在人大开幕会上做报告 其本人及主席台上高官的表现被媒体捕捉到 在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中共两会登场 中共官员吴玉兆宣布 取消今年和未来几年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 打破中共30年的惯例 3月5日,李强照本宣科做政府工作报告 港媒《明报》报道,约一小时的报告宣读完毕 李强回到座位,习近平主动转头与李强交谈 四在对其予以肯定 和习简单交流后,李强松了松领带 端起杯子喝上一口水,开始听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发言 5分钟后,李强拿起台面报告与习交谈 习也拿起报告转身和他对答 四在失意讲解,李强再转向另一名常委蔡奇求助 与毕,李强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 抹了抹汗,又摘下眼镜整理 在李强读报告期间 主席台上郑金威作的一些中共高官,不时与邻里交谈 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和王沪宁多次交换意见 尤其对于教育话题,二人聊得甚欢 中共二十大上退居政协的胡春华 习间和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张军亦不时摇耳朵 尽管二人中间坐着英勇 左右逢源的张军和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也谈得来 并加在张务之间的国务院委员慎怡秦,有点尴尬 大会才开二十分钟 湖南前书记杜家豪就首无小腹匆匆退场 一刻钟后再返场 总共不到一个半小时的会城里 主席台上之后还有其他人离开 自2020年开始 连续四年的中共两会都因新冠疫情 而大幅削减现场报道的记者人数 一些例行活动 如各个地方代表团的开放日等都被取消 记者们还被要求提前入住政府指定的酒店 在进行多次核酸检测和隔离后 才被允许闭环进入部分会场 与参会的代表们完全分隔开 很多时候记者只能通过远程事项连线向官员提问 今年几乎所有的限制措施都被取消 但记者们办理报道手续时 仍需要现场做核酸检测 不过官方宣布的两会会期只有一周 这延续了疫情时期的会期 几乎是疫情前的一半 原因尚不清楚 3月4日 中共全国政协会议开幕 BBC中文网报道 当日在人民大会堂 询问参加政协开幕会的委员们 如何看待目前放缓的经济时 绝大部分人都拒绝了评论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